這個個案一般來說 我們是很難一概而論的 因為正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 每條村或者每一個鄉 都有可能有一些不同的鄉規 不過如果真是最終都不能夠完滿解決 其實我們就要用法律去行事 根據新界條例 所有的祖堂地 它的管理其實是應該由被委任的私理去負責的 當然它全權有權去處理這些土地事宜 其中包括因為收地而收到一些賠償 其實怎樣去分配的方法 都應該是由私理去負責的 它決定了之後 如果真是合適的 它最終也需要得到民政事務局的同意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這樣 因為畢竟分錢是一些開心事來的 我們最好大家的村民以和為歸 用一個協商的方式去大家談 談好了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OK 对吧